大家好,今天我們會介紹這隻Element Case Vapor 4的安裝程序 這隻就是Element Case Vapor 4的原裝、亞洲行貨、正貨的包裝 我首先要提醒大家,市面上可能見到一些其他不同的包裝 或者是一些來臨不明的貨,那些很大機會都是假貨 這就要認明現在的原裝、正貨、行貨、亞洲行貨的包裝是這樣的 這就是包裝,那我就會抄襲包裝和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安裝這隻Vapor 4的iPhone 4 其實是很簡單的,我們也會講講這隻亞洲行貨 它會包含什麼的配件在裡面,也有很多東西 我會逐步說,首先看到大家有一個殼 這隻是紅黑色,是線上最普遍的一隻 最多人不喜歡的一隻顏色 後面有一些配件,我會開出來給大家看 這裡也有一個六角時,一個螺絲批 還有一個Headphone Extender,即是耳筒現場線 我逐步逐步告訴大家是什麼 這就是Headphone現場線 首先,這包配件很重要,所以先開出來 大家看到很簡單,就是有一個原裝的說明書 還有安裝的步驟 如果大家沒有看到這段影片的話,可以跟著這個說明書 我手上這隻其實是一個carbon fiber version 其實我們有兩隻版本的,一隻是碳纖版本 一隻是非碳纖版本 這隻是碳纖版本 但如果沒有碳纖版本的話,就沒有這塊 當然,但市面上也是可以買的 這裡有一個碳纖版本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有兩塊的保護貼 就是原裝Switch Easy Pure Plus 一隻質素比較高的保護貼 它的清晰度也很好 還有,就包了前後兩塊的 就算你沒有買到這塊保護貼 也沒有買到這塊 carbon fiber 的背 其實都跟著前後保護貼 即是說你整部機都可以保護到 也會比較完善很多 也有一個,有一塊布 給你抹一部機,還有安裝保護貼 很簡單 保護貼這件事我不會再跟大家示範 很容易大家可以自己回去裝 現在最主要是示範那套 殼如何安裝 以及炭纖背如何安裝 首先先看見殼 這個就是原裝正貨 正正正是美國製造 剛剛那個包裝 大家要留意 就寫著Made in USA 如果外面大部分有很多架 或者是來美不靈的貨 就未必會有這個字 大家可以認明這個 尤其是Made in USA 正正正在美國製造出來的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有四顆六角時 首先它跟進的時候有一個六角時梯 它說明叫大家不要用短那邊 只要用長那邊 因為會容易些 其實都很簡單 首先它跟進的時候 整個四顆已經上四了 我們可以開出來 最重要是不要不建議六角時 因為它這部機器一定要用六角時才可以裝陷 OK 我們慢慢脫出來 但就算有機會不見了 我們當然也有個配 以及這個批也有個配 我們在總代裡 完全可以配這些配件 不用擔心 真的不見了 不要再不見了六角時 就不要用 好了 首先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最新的版本 Version 2 你看到其實有一個SIM卡位 我告訴大家 這個有什麼用 其實就很方便 你也可以看到 這些原裝正貨 亞洲行貨 其實每一個都會有一個獨立的銷號 這個號碼 也可以trace out 這個是不是真貨 以及什麼顏色 我們全部可以trace out 所以要記住 你認明 真貨就一定有這個Label 其實很簡單 只是垂直放在這裡 這樣就套回iPhone 4 記住 就是套的時候 不要斜了 不要側近 因為斜了根本就套不下 而且這些真正正是 航空質素的鋁金屬 所以都很堅硬 所以要小心一點 因為都很尖 在這邊 很簡單的 垂直 這樣就可以了 慢慢下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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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個Main Frame 之後就把這個側近 這個Side Frame 上回這六個時 這裡其實不會調轉 因為調轉的時候 其實那個SIM卡位 其實都不適合 最重要是 Veta 4的字在上面 在上方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上螺絲的時候 它就 我們的instruction 也有教 不要上得那麼大力 而且每上一顆的時候 就慢慢慢慢上 而且我多數教客人 就是 X形這樣上 比如說 我上了 在左 上左的位 我就上回 在右這個位 就好像X形這樣上 那它就會力度平均一點 記住不要上死 不要上那麼緊 稍後我最後才上緊一點 就很簡單地上一上去 然後再做幾次 其實怎樣都很純熟 很容易調 很容易調 那OK 上去之後 好了 最後就上緊它 記得用長這邊 就上緊它 也不需要太緊 因為這個其實已經夠力了 OK 那大家看到 有一個SIM卡 比如說 其實 需要拆這個殼出來的機會 其實都很小 因為你有SIM卡 就算去內地 去哪裏 其他國家用 你拿到SIM卡出來 其實都在這裡都OK 所以都不用擔心 整天都要拆殼出來 那麼麻煩 這個就是上了 大家看到已經很漂亮 就算 沒有裝過碳纖背 已經很漂亮 那就是紅色 好了 現在就是 我們先裝這個碳纖背 這個碳纖背 我可以說說 就是一個真正的碳纖背 不是外面一般的膠貼 就印了碳纖背 就完全不一樣 這個真正正正 就是做跑車裡面 用的碳纖的一個廠 在美國裏 就做出來 正積出來 是真正的碳纖背 其實有一塊保護貼 那大家記住 你剝一塊保護貼出來的時候 就保護這張紙 為什麼呢 這隻物料 其實是可以reusable 即是可以翻貼的 你記住 你記住 保護這張紙 如果不用碳纖背 拿出來 你可以貼上去 其實可以再用再貼 這個物料就是這樣的 是完全可以翻印 可以翻貼的 所以就比較 如果你覺得 不容易用碳纖背 你可以拿出來 其實很簡單 現在就量度一下 鏡頭的位置 鏡頭的位置 和側面的位置 其實真的很簡單 因為它全部是跟著 那個線條 一拍下去已經可以了 貼上去之後 就用少少力 或者用少少擁抱 抹一抹它 力很平均地上去 全部已經可以安裝好了 已經很簡單 很簡潔 整個碳纖 再加上這個 這麼美麗的殼 真的 品味完全不同 OK 剛剛我說過 我們送完 只得是 原裝 亞洲原裝 行貨 正貨 才有一條 其他假貨 就未必有這條線 OK 那是什麼用呢 首先 大部份的耳筒 在外面 或者是原裝 Apple 那些也好 或者市面上那些 其實都不需要 因為它現在多數 都流行 是比較幼身一點的 Jack 例如這條 都不是原裝的 但是拆下去 就一定 fit OK 但是真的有時候 譬如說 一些比較大的 耳筒 Jack 例如這些 大家看到 就可能拆下去 剛剛頂住了 那個位 OK 就拆不了 怎麼辦呢 好像這個 比較高 漂亮的耳筒 這些都是 很大的 我就跟上一條 這些耳筒 的線 就拆回耳筒 然後 就給你 真正在 有需要的時候 如果真的沒有的時候 都可以拆回耳筒 聲音的質素 完全可以保持 也都可以用得 那就完全不會說 因為耳筒拆不了 所以又要拆個殼出來 那就麻煩 所以這個 一個很好的配件 是全部包在 這個 亞洲行貨 這個package裡面 所以記住大家 如果買 真貨 正貨的時候 就要認住 有一條線送來的 OK 那就很簡單 這個就是 整個包裝的程序 也都很簡單 就可以用到 有些什麼問題 都可以打回 Hotline 問回我們同事